大會主席 湯校長 市立育財小學的 副董事長 郭榮譽董事長 還有家長會的吳會長 我們今天現場有 金介壽經議員 還有羅文聰羅議員 副議長的主任秘書彭竹蜜 還有南山中學的 蔡校長 還有連韋環連議員的 蔡秘書 還有 東山的 陳校長 還有我們在座很多的貴賓 我就不依列舉 各位親愛的老師各位 家長還有各位 畢業班的同學 大家早安大家好 各位同學大家早 早 首先我還是要特別恭喜 同學們順利完成了 六年的學業 我相信 能夠送到玉柴 來讀書啊 每一位家長 對小朋友的重視啊 其實大家都 很清楚 就是 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 尤其啊 在當下 我希望同學們 最重要 要存著感恩的心 因為 教導你們的師長 期待你們 成長健康 的爸爸媽媽 那 是不是同學們 這個 特別 借這個機會 這個時間 給 所有 爸爸媽媽 以及啊 老師 校長們 給他們一個熱烈的鼓勵 表示感恩 好不好 我希望同學們 在人生 這個的旅程裡面 實實處處要存著感恩的心 當你存著感恩的心 你做任何事情 你會非常的順利 那 尤其 這個 你們是一個階段的結束 馬上迎接 另外嶄新的一個階段的開始 因為現在 已經步入少子化的時代 每一位同學們 你們都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那我 期待 也祝福同學們 大家 能夠 盆成萬里 一帆風順 最重要 身體的健康 非常的重要 那祝同學們 大家 這個一切順利 這個 裕才啊 在歷任的董事長 包括 現任的副董事長 用心 以及 這個湯校長 他們的 帶領之下 可以說整個 校務啊 非常的成長 茁壯 昌隆 因為裕才培育組很多優秀 絕出的 這些 國家的動良 那最後我還是祝大家 這個平安健康 家庭美滿 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祝大家 謝謝 謝謝委員的祝福 郭董事長 副董事長 以及我們的 唐校長 武會長 與會所有的 師長 家長 以及我們畢業班的同學 大家 早安大家好 今天那是我們裕才雙小學 第五十二屆的畢業典禮 首先呢 要恭喜所有畢業班的同學 完成了小學的這個學業 那麼我想過去六年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啊 日後也會成為你生活記憶中一個相當美好的一頁 那麼小學畢業後呢 即將要進入新的一個學習階段 同時呢 也是一個重要的學習階段 那麼我們希望同學們呢 都可以以一個正向積極樂觀的態度 來探索每一個學習旅程 那麼也希望在每一個階段啊 同學們都有滿滿的收穫 這邊呢 我不耽誤太多時間 最後呢 我想用一句話 跟所有畢業班的同學來分享 在這個成長學習的旅程當中啊 你走得再慢都無所謂 但重要的是 絕對不要停下你的腳步 好 希望同學們可以勇敢著夢 祝福所有畢業班同學 彭真萬里展翅高飛 謝謝 謝謝議員 好 謝謝我們羅文從議員的勉勵 所有家長 各位同學 大家早 大家好 是不是我們首先來個掌聲 祝福我們 我們所有畢業同學 畢業快樂好不好 我的話 越少越好 同學你們要業用功也好 最重要的 只要相信你自己 成功就是你 以後 益財以你們為榮 是不是來個掌聲 感謝我們所有老師好不好 我們校長跟我們會長 所有老師陪你們成長 最重要的目的 是希望各位同學 能夠到更懂事 進入另外一個階層 在這裡 為什麼我們畢才會這樣受到肯定 新北市最好的學校 藍山在這裡等你們 東山台北市的校長這邊等你們 掌聲感謝他們一下 各位家長 你們對畢才的肯定 這是對兩所學校的肯定 這是對兩所學校的肯定 在這裡 我也祝福各位同學 方向要對 祝福你們 蓬城萬里 記住喔 橫城萬里 不會到 野柳都下車 這樣就不對了 祝福大家 快樂的成長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蔡明星的祝福 董事長還有我們的副董事長 我們湯校長還有我們的所有 吳會長還有我們的所有的貴賓 我們的老師們 家長們小朋友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非常榮幸參加我們所有小朋友的畢業典禮喔 那玉才跟東山結園已經十年了 在湯校長任內我們弟姐的姐妹校 我們非常珍惜這份的情誼 所以我們玉才有任何活動 東山我們都很樂於跟小朋友做這樣的一個 參與喔 那也看到我們的玉才小朋友這麼的優秀喔 每年競賽的成果非常非常的豐碩 可見呢各個才華洋溢 那今年呢 在我們新北市舉辦的這樣的一個科展裡面 我們孩子也獲得了優等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在這邊呢 真的很感謝我們的老師們的栽培 還有我們優質的家長 那也希望我們小朋友今天畢業了 人生的路上呢 難免會有一些挫折 但是不要氣餒勇往直前 也勇敢追尋你們的夢想 那在這邊 我也祝福我們所有的 在場的家長們 還有貴賓們 大家身體健康 小朋友 你們追尋自己的夢想以外 還要勇敢直前 那也祝福所有 所有在場的來賓 小朋友們 大家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謝謝 謝謝 感謝陳校長的祝福 感謝我們陳校長一直不斷的關心裔才 同時也繼續培育我們裔才的學生 謝謝 接著我們請我們的蔡校長 我們幾位校南山中學蔡校長 有勉勵 好 我們大會主席 湯校長 我們副董事長 郭榮毅董事長 我們各位貴賓 各位家長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校長好 今天很高興啊 能夠代表南山中學 來參加我們裕才小學的畢業典禮 來見證我們所有的畢業生 在人生義務教育的第一張畢業證書 那裕才小學是一所非常優質的學校 把同學交好交滿 你們知道嗎 今天是我們新北市規定的 國小畢業典禮的最後一天 所以裕才小學把同學們留到最後一天 老師長們雖然捨不得放同學們畢業 但是這畢竟是一個人生很重要的一個歷程 那希望同學們帶著裕才小學 為你們奠定下來的良好的基礎 勇往直前繼續往國中高中大學甚至研究所 繼續的好好的學習 將來每個人為社會國家來貢獻 每個人都成為裕才小學畢業的傑出校友 再次祝賀我們所有的畢業同學 畢業快樂 我們在場所有的大家 合家平安健康快樂 謝謝 謝謝蔡校長 讓我們再次熱烈的掌聲 謝謝所有給予人 給畢業生們的祝福 請給我們特別的觀眾 一次廣播 谢谢您的鼓励